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18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有一則新聞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恭喜大家 供樓可以供到100歲 發達了 這個我 早幾天在Facebook已經貼了出來 大陸的房地產公司 是廣西南寧 跟南寧合作銀行一起搞的 住房案揭貸款年齡 增加放寬 子女如果作為共同借款人 最長可以借到100歲 恭喜大家 可以借到100歲 我特意找一些官媒 跟大家說一說新聞 因為如果其他的媒體 大家可能覺得 你們特意有心唱衰大陸 我們就用 這個《文匯報》 這個是《文匯報》的報信 內房企為了促銷無所不用其極 近日內地頻頻出現一些超長年期的 樓案計劃 計算最缺長公款年齡可以延長到80歲之後 近日竟然出現可以最高貸款到100歲的接力貸 或者是百歲貸 即是由父母退休都未能公園 按揭的話 子女可以作為共同借款人接力繼續公款 最長年期 是去到父母100歲 父母如果死了 他就繼續 其實有點像日本的公三代 日本在8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 當時真的要公三代 因為樓價太高了 這個是南寧 廣西南寧 這間地產公司 傳出百歲貸 繼早前的南寧也有出現過按揭貸款年齡延到80歲之後 另一家房地產開發商就說 已經是 逆離100歲 網上流傳的內容 海報顯示 建法房產旗下的建法甩院 以及建法鼎華北大龍亭 等10個小區 這個住房按揭的 年齡放寬到 子女作為共同借款人 在 在樓盤合作銀行辦理按揭貸款的時候 最長可以借到100歲 早在2月11日 南寧多個樓盤 已經說 貸款年齡 增加到80歲了 所以這個絕對是我們促銷的 即是叫大家 放膽買樓 借到100歲也借給你 如果你今年只是40歲 給你供60年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60年也不一樣 中介人士表示 除非是接力貸 例如父母年紀大了 只能借5年 以父母名義 買手套房屋 根據最高貸款年限30年 子女再續貸25年 按揭貸款最多借30年的限制 沒有改變 如果不是接力貸 貸款到100歲是不可能的 那麼說 那麼說 我們 首先告訴大家 中國所有的房子 其實都不是買賣 你只是 佔用 因為他的地契條款批出來 只得使用權 70年 70年之後 政府可以拿回你的 你是沒有任何補償 因為特地是政府 政府只是租70年給你 其實這是很嚴重的 跟英國不同 我們來到英國 有些叫List Hold 有些叫Free Hold List Hold 可能還有100年 還有200年 還有300年 Free Hold 是無限的 即是你擁有了那塊地 我們之前在黑池買的酒店 是永久的 一生一世的 只要英國存在 那個民業永遠都是你的 你推倒了它 重新起過 也可以 總之那塊地也是你的 你買樓之餘 也買了那塊地 這就是外國的買樓的那種公平 但是 買 大陸的樓也不一樣 你不論買樓 買別墅 買地 你只有70年的使用權 如果公了 公了 公了100歲 但是 你那套使用權用了 那怎麼辦呢 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你買了那層樓 其實你買的時候 也不可能是新樓 他只有70年的使用權 到了你 使用權 停了 到期了 政府要收回那層樓的時候 你也還沒有供完呢 會不會 還有30年啊 大哥 你繼續做下去吧 當然 這個機會是問稅一點的 因為你沒有可能零稅出來買樓的嘛 父母可能零稅出來買樓的嘛 父母可能零稅出來買樓的嘛 那麼你的子女20歲就接力供 那到底行不行呢 根據他們的 大陸的說法 接力供 其實就加上了55年 即是說 父母的那個是30年 子女供不到就供了25年 接力 其實也很離譜的 供55年 除非你的利息不高 要不然 55年供 起碼供了4倍至5倍的樓價 甚至火力不止 因為如果正常供20年 其實供3倍的 例如那層樓供了100萬 實際上20年供款 可能供了300萬 如果你去到55年 可能不止5倍的 你覺得這個利息是上去的嘛 我們想跟大家說 現在大陸 那種叫做挖人礦 是真是無所不如其極 這個是打造鑽石 吸人礦 因為他 當時那個宣傳單張 在左上角 建發房產 實力國企 下面 有個叫做打造鑽石人生 實際上 其實是挖掘鑽石人礦 是不是 要滑你55年 這個是很重磅的利好消息 他那個真是重磅利好 利好到 大家原來可以供55年 其實大陸的樓市 已經發展到一個很不合理的地步 供應過多 現在中國的房地產供應量據說可以住37億人 根本供過於求 加上已經去到那麼貴 一塌起來 肯定沒有人供得起 現在除了不是供不起樓的問題 而是大量的人在三年來破產 回不了身 供了樓的人更加嚴重 因為 幫他們一起供樓的爸爸媽媽 我想也會死了 以往有爸爸媽媽的退休金 現在沒有這回事 沒有爸爸媽媽的退休金 不單止 小朋友也沒有爸爸媽媽幫忙照顧 兩夫妻 如何照顧一個小朋友 還要上班 還要供樓 根本 接下來的大陸 是搞不定的 是到處都爆補 不論是供樓的環節 不論是消費的環節 不論是供樓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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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連生存 基本生存 也有很多人成為了問題 你不是說回鄉下就搞定了 現在 除非真的種田 如果不是 但是有一個問題 如果有多少人還有田可種呢 鄉下的地 已經被政府拿了去不起樓了 現在 現在 真的 可以有的工作機會越來越低 我們看到現在大陸竟然 是不斷催谷別人買樓的 最近大陸的信息 官方的媒體不斷催虛 叫大家買樓 又說政策你好 又說怎樣幫助你 實際上 是 將市場上一筆錢 推去樓市 最近有個數據顯示 北上廣深 大量的成交是多了很多 深圳 創了這幾年的新高 也有很多人出來撩底 不過 相信 這是一個回光反照 因為現在的撩底 我們也說了 中國不是沒有了有錢人的嘛 有十幾億人有錢人當然有一大部分 只要有一部分有錢人 他們 有消費的話 其實也還可以撐住部分的消費 房地產也是 就是一班最有錢人出來買的 現在 他們有人去撩底 當然 就有人會 出貨的 誰撩貨 就是看不好的人撩貨 接下來有沒有人接貨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工作不穩定 工廠倒閉 其實做生意的人都沒有錢接貨 所以 現在還有錢的那班肯定不是做實體生意的人 肯定就是本身財富 是不斷增值 錢穩錢的那班人 那班有錢人 整個疫症對他們的影響不是很大 甚至乎他們的身家還暴漲了 因為在股票市場或其他市場賺到錢 但是這批人究竟是否喜歡 頂得住整個市場呢 是頂不住的 因為他們只是佔市場上的極少數 而市場上的大多數 包括普通的 打工仔 中產 其實被中共徹底消滅了 而在中共 這次這個 極端的疫症之下 一大群人是破產的 尤其是做小生意的那一批 做小生意的破產 做外貿的大部分破產 開工廠的 要是倒閉 要是轉型 要是搬分 搬去越南 柬埔寨 馬來西亞 緬甸 甚至乎 去印度 去斯里蘭卡 去到 盲加拉 所以呢 大陸的樓市如果這一波 是有些反彈的話 就會出現 抗農有悔 我很肯定 樓市未來是有排跌的 所以 這個不只是大陸 香港也是的 因為大陸 如果一想 崩潰 香港也受不了 所以這個是 警告大家 有這些 政策推出 一定是 崩潰前的先兆 一早就通知了大家 這支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這部曲 用免費模式去support我們 無限大佛 幫我們點擊廣告 幫我們建設性留言 我們乘以邀請經濟去看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那麼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和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